侯府小侯爷性子乖张 极其厌恶美貌丫鬟爬她床 阴差阳错 我这烧火丫头竟悟上了她的床 一开始她冷着脸 赏你做通房 其他的你想都别想 后来她舔着脸 你跑什么 我带你不好吗 主母让你当行了吧 还不行 你真当也没脾气吗 算了 好男不与女斗 那本侯爷做你的通房总行了吧 祝亲爱的王子公主们2024年报复报美 求求给猫猫个三连吧 猫猫和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好痛 睡梦中像跟人披了一叶的柴 小春你压着我头发了 我轻呼你瞪瞪睁睁开眼 哪有什么小春 身侧竟躺着一个不着寸履的男子 顺着剑硕的胸膛往上瞧 是一张俊美邪妹的脸 此时他双目闭着 嘴角处能隐约看出我咬破的痕迹 床榻更是凌乱不堪 我的小一竟压在他的侧腰下 煞时间我头皮发麻 老天爷我安满小命要不保理 我竟把侯府小祖宗赵泽祭睡了 昨个是我的生辰 跟好姐妹小春多喝了几杯 敬酒后失心风爬她床了 要死了 要死了 上一个爬她床的丫鬟 被套进麻布袋 扔去乱葬岗 再上一个被打了十大板子 掩掩一息扔出侯府 想到这 我心甘一颤 若我被扔出去 丢了侯府每月的二两银钱 还怎么养我阿娘 我捏手捏脚爬起来 双腿发暖 看了一眼面如关玉的赵泽祭 禽兽啊 昨夜竟折腾的这般狠 一点点从她手臂下 脱出我的小衣 哆嗦着穿上 咦 一只鞋找不着了 顾不上了 我拎起另外一只 平住呼吸挪到门边 巧声打开半扇门 刚迈出一只脚 站住 我心脏骤停 怎么 想跑 我赵泽西是你能白睡的人 我掐紧手心 忍住想跑的冲动 叫什么名字 撕毁了一碗 我嗓音沙哑 粗嘎地回复 小夏 她冷着生 那就赏你做通房吧 其他的想都别想 我点头硬撑下来 心里头犯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我阿满才不稀罕做你的通房 从小目睹 阿娘做阿爹通房 再后来妾室的气苦心酸 像兔丝花一般 依附阿爹而生 阿爹病逝后 我跟阿娘落得个 被恶种母赶出府的下场 侯府烧火丫头就挺好 每月二两银子 还可在后厨里 跟照出娘学手艺 转过头来 我心里盘算 昨夜咱俩都醉了 她定没看出我是谁 我打死不转头 侯爷 奴婢着急出宫 事儿多 去吧 我叙了一口气 撒鸭子就跑 边跑边乐 嘿嘿 这府里头 压根没有叫小夏的丫头 阿满 夜不归宿 跑哪儿去了 我刚把一只袖鞋塞进柜子里 小春推门而入 赵厨娘找你 今日做茶果子 你学不学 学 赵厨娘的手艺 在侯府数一数二 可媲美欲除 我若惜得她手艺 日后攒够银两 开个小酒楼 岂不美哉 那老十字通房 又于家宅后院 与主母妾是勾心斗角 有什么意思 我换了身衣裳 朝厨房奔去 刚把荔枝干露饼 酥胡桃 梨条桃圈 顿高摆上岸 还来不及跟赵厨娘 一道品尝滋味 小春一阵风 把我拉到后院里霸墙处 笔尖冒着点点汗珠 阿满 你的福气来了 我纳闷 什么福气 小春一边喘气一边说 李管家满院 在找着个穿圆鸟袖鞋的丫头 说这丫头做了好事 侯爷重重有赏 我脑瓜子秃秃跳 小春和我同为丫头 同吃同睡的好姐妹 她当然知道 我昨儿个穿什么鞋 我太了解她的性子 心地善良 铁憨憨 佛 所以 你跟李管家说了 我不仅说了 还把你放在柜子里的那只鞋 交出去了 什么 交 交出去了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谁让隔壁院子的小侠丫头 想冒认 我好姐妹的福气 怎能让她白沾了去 得了 我谢谢你累 一刻钟后 我低眉垂眼地 站在赵泽记面前 她慢条思理地 吃着我做的茶果子 眼眸都没抬 凉凉地问 那只鞋 不解释一下 暗架上正放着一只 我沉起落下的鞋 我咬唇撕存了小片刻 带着胆子狡辩 回小侯爷 这鸟绣鞋 不是堵我一人有 其他丫鬟也穿的 怎能笃定就是奴婢的 你的意思是 你不是小侠丫头 对 奴婢叫阿满 隔壁的小侠丫头想冒认 最好找她去啊 赵泽记坐姿慵懒 眼眸定定地看着我 阿满 她扎摸了一下这俩子 也昨晚是醉了 不是死了 你懂 我还不至于醉到 你阿满是原始扁认不出 她这句话 仿若晴天霹雳 她迎白修长的手指 疏地握住我的手 我差点要惊叫 她撇撇嘴 你是野猫吗 指甲也该羞羞 我看到她脖梗处 若隐若现的红瓜痕 脑子突然就冒出 她掐了我腰 我挠她胸膛的修论画面 脸顿时烫得不行 像蒸锅里受讨果子的红尖尖 我刚想开口 找理由拒绝做通房 她的近身是为小顾 贴身说着什么 只听到一句 圣上掌迷 赵泽记恩了一声 卖腿要出门前丢下一句 日后就住这院 少了什么跟李管家说 早听说永逸侯府的小侯爷 性子极傲不逊 最好不要忤逆她 心意意凉 这当通房的差 到底是跑不掉了 赵泽记被圣上喊去 大半月不见踪影 我住在她的戏院 到乐得清闲 我现在是小侯爷名义上的通房 并不用干那些子粗活 整日不过坐坐女工 到厨房偷偷学点手艺 除了侯府老夫人 赵泽记祖母的敲打 赌心了些 那日她让我跪着听话 你被泽哥选上 是你的福气 安分守己 切莫好高勿远 痴心妄想 她日若抬成妾室 也是你的造化 意思让我别虎媚主子 妄想主母 贵妾之类的身份 我依旧在心里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这祖孙俩一个德性 这夫妻 我压根不想要 要不是卖身器还在这 通房丫头的月前高 我早钻狗洞跑了 况且 这通房丫头真是个苦差 月亮引进树梢 房内红烛摇曳 你说什么 嗯 赵泽记眯着凤毛问我话 府里管家媳妇们说的对 这男人一旦开婚啊 没节制的 纵使从前清心寡欲 眼高于顶的小侯爷亦如此 我望着晃动不已的床慢 在心底叹气 因为这档匹柴之事 我已经连续五宿没睡个整觉了 甚是怀念赵泽记眉回府的日子 我念诺着开口 来日方长 长期如此 怕小侯爷身体不好 你说爷身体不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没有 阿满不敢 翻过身去 我不敢违抗他 只好赵坐 他狠狠一口咬在我的肩背上 嘶 他属狗的是吧 愤怒使我胆大包天 小侯爷 奴婢要加月前 不能白操劳了 他的话像是后槽牙蹦出来的 加 你眼中只有银子是吗 没有其他 其他 其他什么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 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这话 似乎惹怒了他 你嫌不够累 我不够卖力 第二日醒来 已是晌午 赵里通房丫头 是不能与主子同塌而眠的 赵泽记没管我 我自然不会给自己找罪受 那么大张的床 富贵又柔软的寝背 多我一个不多 我抱着背脚 勉力睁开眼 像双打过的小白菜 烟不拉几 反观赵泽记 穿戴奇整 神清气爽 气宇轩昂 真是气煞人 同样是一宿未眠 怎就差别如此之大 赵泽记笑意未明地看了我一眼 卖出门的脚 在门廊处 堪堪收回 已跟李管家交代了 月钱双倍 桌上那个也归你 老天爷 那可是八宝翡翠扇 可值钱了 这下 开小酒馆的本钱 岂不是要存到了 我欣喜不已 自从知道 从小侯爷这边可以敛财后 我自然热情许多 主动给他端茶地水 不菜 偶尔他会赏我一些小玩意 唯独他要触碰我时 我内心大大的抗拒 哎 匹柴那是挺遭罪的 也许苦瓜脸明显了些 他定定地看着我 你怕我 烛火下 他浓密的睫毛如鸭雨垂下 神情淡淡地 看不出喜怒 我只好如实相告 有些疼 他抬眸 挣了一下 我以为他会骂我娇气 或者跟之前几日那般 不管不顾拉我上塔 把我折腾的死去活来 没想到 他只是黑着一张俊脸 把灯扑了 睡觉 前几日 他总跟火炉似的贴着我睡 今夜的床塔很大 中间仿佛还能再睡下两打满 这样挺好 畅快 我卷着寝背 呼呼大睡 中间被吵醒过两次 赵泽记莫名其妙叫了两回水 沉着声 热得不要 要凉的 这人有毛病 春寒料翘 洗两回冷水澡 也不怕身子骨坏了 好在 他连那三日没碰我了 日日早出晚归 见一面都难 府里都在传 我失宠了 其实他们不懂 我一点都不在乎 直到第四日 日落西山时 赵泽记回来了 喊阿满过来 撩开帘子 赵泽记与往日大有些不同 褪去平日穿的玄色长袍 换上银白锦缎 愈发衬的眉眼清俊 气度翩翩 他大刀筋马地坐在床榻上 过来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今夜 又是免不了一顿匹柴 过来看书 看书 不会看的是闭火图吧 登徒子 自己看就算了 还抢求我看 不知羞 赵泽记看书晨光不多 最多在书房看看兵书 何时喜欢这种描绘男女情感 市井风光之书 这老十字书 看了浪费也晨光 我就知道会如此 他把书一丢 手就伸过来了 但今日的他与往日大有不同 动作温柔了许多 就是磨蹭了些 一边亲 一边问我 这样好不好 这样呢 还有这样呢 羽毛般的稳落在我身上 配上他那副 俊秀近乎邪魅的好看皮囊 我差点就沦陷了一点 阿满 说话 嗯 我直接揽下他的脖梗 吻了上去 他眼眸瞬间亮了一下 其实 我只是嫌他废话有点多而已 早些匹柴完 早些睡觉不好吗 撕磨了半宿 我竟突然觉得 匹柴这事 其实也没那般难受 赵泽记汉津津津的眉眼 得意的笑起来 那我这几日习都不错 啊 这是还能学习的 阿满还满意吗 我顿时像煮熟的瞎子 红了脸 想蜷缩起来 他忍不住自嘲 该知足了吧 我堂堂永一侯府的侯爷 要想着法子 红你这个小丫头书心 哦 难怪这几日 他都不找我 是学习 这种 这种技能去了 登徒子 不知羞 我的脸颊 愈发红的发烫 好阿满 再来一回 自从那日起 我似乎对匹柴 这是大体上能接受了 多少看小侯爷 也顺眼了许多 虽然这人平日里 冷着脸 眼高于顶 对底下人还算和气 这么早起来做什么 他翻个身 把我捞进怀里 厨房 我想学习来着 但是赵泽记 在府里不出门的日子 我就得在房里伺候着 这人事多 一会儿渴了要喝茶 饿了要上点心 都指着我一人喊 见我半场没回应 他轻叹一声 我有不让你学吗 想学厨艺 就大大方方学 去吧 阿满 我只想你对我说实话 我捏懦着开口 那侯爷要茶吃食怎么办 他捏了我一眼 我屋里头 没你就不行了是吧 多大脸面啊你 赵泽记这话虽然不好听 我去会议 想着待会儿 做点新鲜茶果子给他 就那个荷花酥吧 清淡可口 他上次说还行来着 结果晨午时 他就莫名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逆味 那荷花酥愣是一口没动 亏得我 在大日头下 摇着小船 亲自去摘了帘子 墨成粉 加进荷花酥里头 清凉消暑 白费了我一个多时辰 他竟然嫌弃 我才不惯着他 想着别浪费 端了一碟子到门外 小姑你吃 小姑腼腆地笑了笑 给小春吃 他有的 我留着呢 小姑这才笑眯眯地接了过去 本来也没想对小姑好 毕竟她是我好姐妹 小春的心上人 早上小春还让我传帕子来着 这不 看自己人 便顺眼了几分 哪知赵泽记就立在窗帘前 脸色灰暗难辨 我跨进屋 他就冷哼 看上小姑了 上赶着讨好 你别忘了 你是我的通房 他不说通房二字还好 一说我便鬼使神差 难以控制自己的脾气 顿时忘了尊卑 通房 通房 谁爱当谁当去 我从来就没想要这个老十字 我阿娘就是我爹的通房 生了妾 生下我从小遭进了白眼 我才不想重蹈覆辙 侯爷您最好快快气了我 让我做一个烧火丫头去 赵泽记愣了好一会儿 脸色有些怪异 我没想让你当通房 没想 那最好不过了 早些放了我 半个月后 我明白了赵泽记说的 没想让我当通房 是什么意思了 我刚想给前厅 送些新做的茶果子去 一道询问声 顿时让我停了脚步 小侯爷 当真明年春日要成亲 赵泽记轻敏了一口茶 嗯 你的那个小通房如何处置 赵泽记轻叹一声 都要成亲了 何来的通房 哦 我明白了 若未来主母不喜 府上一般也不会留着事情丫头 他这般快要成亲了 难怪最近老师冷脸对着我 是准备赶我走呀 后来他们低头娇耳说这些什么 我没听清 只有两句话传进耳朵 那丫头怎么处理 第一次看到赵泽记表情如此冷漠 厌烦 那种主动爬床的货色 卖了完事 我突然如五雷轰顶 果然这些贵人平日的柔情秘义 全是假的 这些日子得罪他 把我赶回厨房 继续做烧火丫头也行啊 静想着把我变卖 我怅然若失地端上果子 头也不回地快不走 我在心里盘了盘 银子正好存够了 开酒楼的本钱也够了 养我阿娘的钱也有了 呵 得亏有赵泽记赏给我的金银首饰 是时候想个法子自己走 对了 还差得卖生气 这日我咬咬牙 做了一桌子好菜 还闻好了酒 低眉顺眼地请赵泽记吃酒 他慵懒地把玩着杯子 说吧 什么事 我开始瞎掰 我做梦呀 我死去的爹 想要他女儿的卖生气 他腻了我一眼 是你死去的爹想要 还是你想要 我想要 为何不直说 我说了 侯爷能给吗 不能 这不就得了 我本来想 他爹也早死了 看着咱俩爹死的早的份上 同情一下我 过来 真久 我老大不愿意 归宿挪动过去 他弹了一下我的脑门 你这丫头是快得很 说不给就甩脸子瞧 我捶着脑袋 不看他 不敢 桌子上那封信给我拿过来 我就考虑考虑 我狐疑地走过去 拿起信件 定睛一看 这哪是什么信件啊 分明就是我的卖生气啊 愣着做啥 拿着呀 我愣神了一会儿 马上狗腿子上身 侯爷英明 侯爷料事如神 侯爷就是女婢的活菩萨 早早就知 女婢想要卖生气 他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你找赵管家鬼鬼祟祟地打听 不就为这事吗 呃 他瞎了一口酒 嘟囔了一句 你找小顾 小顾能给办这事 关小顾什么事 这人神神叨叨的 去 去后厨给我煮碗长寿面 长寿面 好端端吃这个干啥 他眼眸暗淡了一下 今日是我的生辰 那些宴席吃腻了 就想吃面不行 行 有卖生气在手 莫说一碗面了 食碗也是煮得的 到厨房点了灯 面缸里咬了一勺面 糊了水搓成掌面 一双手却从后头 箍住了我的腰 我唬了一大跳 余光却撇见是赵泽记 脸上有微醺的痕迹 瞇着凤眸 懒懒地看着我 坐面 继续 好在厨房空无一人 被人看到像什么样子 金贵的小侯爷 第一次说人话 要帮忙吗 生火会吗 不会 洗菜 没洗过 得了 小侯爷您就等吃好了 没想到 他竟坐在灶前板凳上 四目是样地生起了火 一点都不比我做得差 他瞥了一眼 我有些惊讶的神情 勾纯倾笑 爷也是军营待过的人 跟将士们同吃同住 生个活有什么难事 没想到 他也有这么人间烟火味的一面 我往锅里下了面条 再握上两个鸡蛋 火小点 赵泽记听话的照做 炉火照耀下 我不禁想起阿娘的话 他跟我爹年少时 也两心相许过 可惜阿娘身份卑微 我爹又性子软弱些 无法抵抗来自他母亲的阻力 阿娘中做不成他的妻 成了卑微小妾 日日侍奉主母 打骂式尝试 纵使这一刻 我瞧着赵泽记 心胡荡漾过 依然懂得克制本心 勇一侯府的侯爷 总归不是我能肖想的 况且我也不在乎 今夜 只是最后一夜 我在心底默念 赵泽记慢条斯理地吃着面 直至碗底空空 他才抬眸浅笑了一下 跟我阿娘做得很像 阿满 以后每年 你都给我做吧 我眼观鼻鼻关心 恩了一声 才没有以后 我都要走了呀 果然是保暖思隐喻啊 回房不久 他那不安分的手 再次漆了上来 罢了 只是最后一夜 匹柴这事 不过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之事 何必又于是男子 占尽了便宜 女子必定处于下风呢 怎么就不能说 是我阿满睡的赵泽记 这么一想 我心里就舒坦多了 叫姐姐 赵泽记翻了个大白眼 你要造反 我反手捏住了他的命脉 他撕了一声 却拿我没办法 不情不愿的小声喊了一句 姐姐 瞧吧 他就欠收拾 用赵泽记的话说 我简直是得意的辫子 要撬到天上去 罗杉清姐 一夜红烛燃尽 天蒙蒙亮 我便捏手捏脚爬起来 一侧的赵泽记 闭着双眸 睡姿平和 我戴上细软 巧声走出西院 西院与东院相交的墙角处 有个狗洞 我想着这个时辰 走出院子大门 必定少不了守门的一番盘问 倒不如巧声地钻出去 我钻出狗洞 正要起身时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银色皮靴 赵泽记蹲在我面前 半屈膝 右手肘搭在膝盖上 嗓音凉得像寒冬腊月里的雪 阿满 这是要去哪啊 我待在黑漆漆的柴房里 耳边还回荡着赵泽记的话 刚给你卖身气 就想跑 他笑着看我 笑意却不搭眼底 你跑什么 我带你不好吗 然后叔弟收起笑容 冷着脸跟一众侍从说 把他给我关进柴房 好好反省 没过一会儿 又别扭地加了一句 别抓痛他 让他自己走就行 行吧 既来之则安置 我大大方方地走进柴房 府里嘴大的婆子们 撕下嚼舌根 该好好通房不做 还想跑 不是自作孽吗 得罪了小侯爷 他的好日子算到头了 上一个狠狠得罪侯爷的丫头 凭说被当众杖毙 扔去乱葬岗了 我心脏微微缩紧 虽然这些时日 我在赵泽记面前 是有点胆大妄为了些 但是 他毕竟是皇后的亲子 京都盛传 桀骜不驯的侯爷 对背叛他之人 向来心不辞手不软 捏死我 犹如捏死一只蚂蚁般容易 这几日恰逢梅雨天气 柴房阴冷潮湿 梅得到赵泽记的指令 守门的不敢随意放人进来 我连饭都没得吃一口 饿了一整日 鸡肠碌碌 小春在外头急得团团转 小顾 你去求求侯爷 放了阿满呀 以我对赵泽记这几个月的了解 传言归传言 他还不至于这般狠心 没想到 他竟甩了一句话过来 他不听话 让他受着 我在心里咬牙切齿地骂他 哪知半夜 柴房门静开了 鱼灌而入 一群丫头婆子们 铺被褥的铺被褥 加炭火的加炭火 更甚者 还端着一种 冒着热气的鸡汤 这是侯爷的意思 婆子们不敢多言 只是点点头 其中一个跟我相识的小生说道 侯爷有令 白日那些乱嚼舌根的婆子们 被打得打 罚钱的罚钱 无人敢多嘴了 赵泽记 这不会是为了我吧 不想那么多 当下有 当下想 先掰下一只鸡腿 鸡舞葬庙 或许是这几个月 日子过得有点舒坦了 这小柴房待着凉了 半夜发起烧来 果然是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啊 迷迷糊糊中 我被抱入一个温暖的怀里 有人给我擦拭 喂汤药 我低声喊了一句阿娘 那人又把我裹进柔软的寝背里 第二日清晨醒来 身子舒坦许多 却见赵泽记 一脸憔悴 何以躺在我身侧 原来 我又回到了他房里 真不让人省心的丫头 多大的脸啊 让爷照顾你一宿 我正要顶嘴 若不是他关我进柴房 我也不至于发烧呀 不过看到 他眼下一片青涩 话还是吞了回去 多谢侯爷照顾 头顶传来一句轻叹 还跑吗 说话 嗯 突然一股委屈涌上心头 我不跑 难道等着你卖了我 赵泽记你都没看我 我何时说过要卖你 我亲耳听到的 那种主动爬床的货色 卖了就完事 赵泽记愣了一下 服额 我说的是我祖母院里的小霞丫头 那日你回家看你娘 小霞竟脱了衣裳 钻进我被窝 乃爷气得不轻 我正正地咬着寝背一脚 原来如此 赵泽记看着我魔光忧深 也该轮到我问了吧 说吧 你心悦小顾多久了 别不承认 那日我都看见你给他帕子了 哦 他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的 赵泽记突然一改刚才的阴阳怪掉 好看的眼眸成马的星子 不自在地倾咳了两声 一人误会一次 那咱们就扯平了 哪怕我在愚笨 我也能感受出 我跟赵泽记之间 浮动着不一般的倾诉 我阿满也不是扭捏之人 索性敞开来说 侯爷你带我是不同的 或许是有几分喜欢阿满 但是我阿满不与人做妾 哪怕是侯爷也不成 赵泽记静静地看我好一会儿 阿满 我没想让你做妾 我不那妾的 我有些无语 那想让我没命没分的 跟你一辈子 赵泽记瞥了我一眼 主母让你当醒了吧 啊 你说什么 我娶你 你做我的妻子 我心跳了两下 很快平静下来 啊 阿满难道不高兴吗 高兴呀 高兴才怪 我爹从前跟我阿娘柔情敏意时 也跟我阿娘这般说过 最后咧 还不是娶了高门大户小姐 更不用说永逸侯府的侯爷了 皇后的亲者 皇亲国妻的 怎会娶我一个身份卑微之人 男人有些话呀 左耳进 幼儿出就好 三个月后 赵泽记接圣上旨意 出征末北 阿满 你在府里好好待着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娶你 我笑着替他整理盔甲 好 他都要出征 做的是保家卫国之事 我哄他开心一点 又何妨 就在他没开眼笑 骑上骑马出了城门不久后 府里就来了一大批工匠 在侯府空旷之处盖起楼来 下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谁的大手笔啊 得花不少银子吧 听说是宫里头那位的意思 果真 公主一态万千的坐在前厅主位上 侯府老夫人在一旁陪着 我垂谋答事 阿满有告诉你吗 来年春天我们将大婚 听说过 那日赵泽记与有人谈话中说过 我的心里有股闷闷的情绪挥散不去 公主抬起高傲的下巴 我这人断不会让自己夫君留通房的 见我正正的沉默不渝 老夫人轻笑 你这小丫头莫不是好高骛远了 自己该明白几斤几两重吧 莫说侯府主母就算个妾 你也是不够格的 我在心里又翻了一个大白眼 老夫人见风使多的真快 前几个月还敲打我 让我安分手挤 听话了就给我妾室等 如今公主不喜 我连妾室都想也不要想是吧 这老十字我想当就有鬼了 赵泽记这个香波波 还是留给你们吧 我反正不要也要不起 但我阿满也没那么好打发 我硬掐了一把大腿 眼泪噼里啪啦如猪落 可是侯爷让我等他回来 我若出府 离了侯爷该如何活 母必活不了啊 硬生生装出一副 没落无能 没男人不行的兔丝花模样 这种人用银子就可以轻松打发 果然 舒慧长公主嫌弃的看着我 这般软弱无能 阿记是怎么看上你的 说完御守一挥 赏我五百两银子 我一边哭 一边默默数了一遍 对 一两不少 果然 赵泽记和银子 我还是比较喜欢银子啊 赵泽记 我们只好就此别过 永不相见啦 夕阳的余晖映照在 波光灵灵的江面上 一句 有客道 让我的思绪回笼 离开侯府已经五个月了 我的小酒馆 也已经四模四样的开起来 就开在江边 我是掌柜兼厨娘 阿娘一边心疼我忙碌 一边催我与好人家相看 姑娘家大了 总要找个婆家 这样抛头露面的做生意 找个可心的男人帮衬你 阿娘才放心 阿娘这次给你找的 城东园外的小儿子 你可不许再聚了 我脑瓜子疼 拗不过阿娘 只好找个闲暇点的陈光 见上一见 那人来到我的小酒馆 刚坐下来不久 就对我评头论足一番 阿满姑娘怎会想着做酒馆生意 以小声而言 女子就不该这般抛头露面 在家相夫轿子不好吗 我正想感人 她是什么聪啊 来我这里装蒜 小二却急急忙忙来喊 长贵的 不好了 咱们酒馆被包围了 我心一惊 探头往下瞧 穿着铠甲的士兵 果然把小酒馆围了几圈 我有些坐不住了 不多时 楼梯处传来熟悉有力的脚步声 五个月未见的赵泽记 黑着脸 风尘仆仆上楼来 她把配件哐当一声 往桌上一扔 阿满 可别告诉我 你在找男人 园外的小儿子 被这驾驶吓得往后缩了缩 啊 阿满姑娘 小生家里还有要事 改日在拜访 我还未开口 赵泽记皱了皱眉 还不快滚 那人吓得一溜烟消失在楼梯处 陈阿满 你该如何解释 老子休战期间 没来得及休息 就跑回来找你 都说会娶你了 你跑什么 找的什么男人 一副懦弱无能的样子 我比她哪里差了 我看着她 确实一脸疲倦 黑了 也瘦了 但是模样依旧俊朗 这样马不停蹄地赶回来找 人心都是肉掌的 没有一点连衣是假 侯爷 您先喝杯茶 她冷哼了一声 还是接了茶掌过去 我清了清嗓子 侯爷明年春天 要跟公主大婚了 找阿满做什么微信搜 胡锦豪八百分号时 她腻了我一眼 你听谁说的 还需要说吗 公主都在侯府里防侍房 瓦是瓦的见了 她沉着脸冷哼 我从未同意过 我未同意的是 九天仙女来了都不娶 陈阿满 你对我就这么不信任 我知道她生气了 半晌 我们都默默无语 她先打破了沉默 走 回去 回哪去 又要关进币了吗 哎 能不能别把我关进柴房 那里有老鼠 又黑 我害怕 她无奈地瞪了我一眼 我说跟你回家 我愣了一下 怎么 不敢 家里是有藏着其他男人 才几月未见 赵泽记怎么一副 促经上身的模样 我阿娘吓了一跳 我竟把侯爷带回家 她局促不安地 要收拾最好的厢房出来 给赵泽记住 没想到 这人脸皮厚 别忙 我跟她睡一个屋 阿娘尴尬地退了出去 赵泽记 你要点脸 赵泽记撇撇嘴 之前不是一起睡的吗 何必弄那么生分 懒得与她狡辩 我这寒涉简陋 小侯爷你住的习惯 爷行军打仗 紧急时刻草地都睡过 更何况你的床 说着就把我搂进怀里 以我对她以往的了解 血气方刚 又这么许久未见 不免又要做那匹柴之事 没想到 她转性子了 很快在我身侧 传来轻微的憨声 赵泽记她 是真的累了 有这么一个人 日夜兼程 穿过山川湖海来找我 就因为我不见了 若没有一点子感动是假的 我用手抚平她微醋的眉 躺进她壁弯里 也渐渐入眠 几日后我才知 为什么赵泽记 在我小院子里赖不走 小姑告诉我 侯爷知晓你离府后 脸色都变了 伤都没好全 就快马家鞭赶回京都 侯爷回府后 不过老夫人劝阻 一把火烧了公主 建的楼房 还不准人救火 结果火势太大 除了老夫人的院子 侯府也烧得差不多了 正在重建中 我单单说了一句 哦 没地方住了 才来我这儿啊 阿娘却把我拉到一旁 侯爷怎会没地方住呢 阿满 阿娘是过来人 看得出来 侯爷对你有几分真心 我正了正 心里有些乱 真心又如何 她可娶不了我 我跟她的身份 有云泥之别 怎么就不可能了 赵泽记神清气爽地 从里屋走出 今日跟我回侯府说清楚 十九侯府老夫人 看我的眼神 简直要把我吃了 赵泽记却气定神仙 坐在椅子上 老夫人狠狠 跺了一下拐杖 你若执意要娶她 就是个不孝子孙 赵泽继续喝茶 老夫人恶狠狠地看着我 她执意是贪心仙 若未来被同僚嘲笑 你该如何自处 哪家侯府 有娶丫头的先例 小狐妹子 收了五百两银子 怎么还有脸重回侯府 赵泽记仲媒 陈阿满 你收银子了 我缩缩脖子 不敢回答 她在我耳边低声骂了一句 我没银子重要 回去好好收拾你 然后对着老夫人 不卑不亢 没有先例 孙儿就开个先例呗 奶奶 不管您认不认 阿满都是您的孙媳妇 我此生唯一的气 我心绪波动了一下 老夫人气愤道 我不承认 我只认长公主 这个孙媳妇 我有些脑袋疼 并不愿意参与 他们的纷争 侯爷 我先走了 小酒馆忙得很 赵泽记却一把 抓住我的腕骨 若奶奶实在不愿意 看见阿满 孙儿到远郊 给您修一座佛堂 让您长长久久的 亲近可好 老夫人气得手指发抖 大逆不到 你还是我侯府的人吗 赵泽记勾唇笑了一下 奶奶的意思 是要我退出府 您失去一个孙子 赵泽记的性子 说一不二 老夫人也败下阵来 我管不了 也不想管了 那最好不过 阿满 来年春天 我娶你 我看向天边 却有些同情阿娘起来 其实抗争有时候 也未必会失败 只是阿爹 连为阿娘争取的勇气都没有 阿满 来年春天 我娶你 这是赵泽记第二次 跟我说这话 我站在风中 给他整理银色盔甲 这次又要去多久啊 一年左右 我点点头 好 一年为期 我等你回来 你若未归 我就嫁给别人 他轻轻妈撒着我的脸 好 你等我 一年为期 嫁人等那些话 不过是给他一个念想罢了 我执这场仗万分艰辛 愚公 他想边疆安定 百姓安居乐业 愚思 他想向圣上讨一个东西 那便是换他的婚姻自由 他们这些皇亲贵胄 向来婚姻之事 由不得自己做主 他这是为了我 我明白的 赵泽记 阿满希望你平安归来 那时 我就嫁给你吧 一年间 我的小酒馆变成了大酒楼 可是赵泽记失约了 他没有如期归来 又过了半年 依旧未归 阿娘和小春怕我难过 说了好些话来哄我 我不难过呀 我忙得很 可是 闲下来时 却总有一股空虚 往心里头钻 赵泽记 我大概也喜欢上你了 这日 我一边饮酒 一边抬头看月亮 赵泽记 我真的生气了 怎么还不回来 也许是喝醉了 镜剑月下 站着一个白衣男子 眉眼清俊 只不过略带几分沧桑疲惫 挺像赵泽记的 我伸手想要戳他 像我第一次生辰喝醉酒那日一般 小哥哥 有心上人吗 姐姐当你心上人如何 对方也像那日一般 把不履不稳 差点摔在地上的我 搂进怀里 这个梦 有点真实 梦里的赵泽记 把我抱进房里 与我唇齿交缠 把我紧紧地嵌入他的身体 阿满 我回来了 阿满 我心悦于你 我昏睡过去在想 这个梦 一点截至没有 真累啊 第二日醒来才发现 这哪里是梦哪 那个立在窗帘前的 沉着一张俊脸的男人 不就是赵泽记了吗 行 是我施约在先 你他娘的也推快了点 我扶着脑袋 你说什么 陈阿满 你够狠 我这刚走 你就给我戴好大一柄绿帽 说 孩子他爹是谁 哦 他是发现锐儿了 我正想解释 转念一想 他施约那么久 我可不能让他太好过了 就一个过客 偶尔来而已 侯爷不高兴 请走 赵泽记难得沉默了许久 我以为 以他的脾气 身份 并会甩门而去 没想到 他只是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我不走 以后他住东乡房 我住西乡房 侯爷 我都嫁人了 何必呢 那你跟他合离 合离不了 有孩子 他叔弟站起了身 阴郁地看着我 你真当也没脾气 倒看得我心里有几分发毛 侯爷 他摆摆手 算了 好难不予女斗 他娘的 我给你做通房总行了吧 以后他住东乡房 我就住西乡房 我在的时辰 他不准出现 隔应我 啊 这事闹哪出 不仅是我 连抱着瑞儿来找我的阿娘 都差点吓得把瑞儿丢出去 我朝阿娘递了眼色 别告诉赵泽记瑞儿的事 阿娘放下瑞儿 无奈地朝我摇摇头 赵泽记 你抱抱他 赵泽记一脸不情愿 我把孩子丢他怀里 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 那软乎乎的小肉团 赵泽记显了有些手足无措 瑞儿也瞪大葡萄眼 盯着他 丑 才一岁多 话说不全 但这小子可会看人脸色了 脸色不好的大人 他一律都说丑 赵泽记脸色愈发黑了 想他曾经也是京都排名第一的美男子 竟被一个小奶娃说丑 陈阿满 你的孩子跟你一样 说话难听 我想笑 却不得不忍着 这孩子可不像我 应该跟他爹一样 说话不好听 赵泽记压根不理我 我继续道 长得也像他爹 尤其是眉毛 眼睛跟他爹一样好看的 赵泽记隐隐绷不住了 他空出一只手 拍了一下桌子 陈阿满 我都容忍你到这份上了 你还要来隔应我 你有心吗 我笑出声 我有心啊 你看 我给你生的儿子可爱吧 赵泽记整个人顿时带若木鸡 好一会儿才回过审来 空出一只手搂我过去 眼尾发红 阿满 我不在的日子 你生孩子辛苦吧 换我愣了一下 他想的是这个 我摸摸他的脸 那以后对我好点 再入侯府 我是以当家主母的身份 此时的永依侯府 张灯结彩 红绸飞舞 锣鼓喧天 好不热闹 艳客厅里 传来窃窃私语 新娘员 只是一个烧火丫头 那他怎配得上侯爷 听说还是抛头露面 做酒楼生意的女掌柜 侯爷糊涂啊 日后就不怕同僚笑话他 赵泽记眸光 锐利地看向满场宾客 一月 我七差人送了石车棉衣 给边关将士 五月 我七差人送石车宿米 送往墨北边界军营 十二月 我七差人送石车冻饺子 送往军营 他拔高了嗓音 不怒自威 他做酒楼生意 光明正大 有何不妥 这些银钱能援助将士们穿得暖 吃得饱 打声仗 如何见不得光 我七岁是女子 也心系家国安定 敢问 在场的贵客们 你们的夫人可有做到 众人都默默地垂头 或者别过头去 我轻轻地拉了一下他的手 以表感谢 感谢他对我的理解 他却小声道 送你的礼物马上到 没过一会儿 宫里来人了 圣旨道 赵七尘氏 书温绘制 柔量成仪 清方贵裕 家会成于自然 忠义本于天赋 可特受家贵郡夫人 主者实行 我愣了好一会儿 心血涌动 我竟被封为告命夫人了 阿满 这个是为夫 和你自己一起挣来的 可否满意 满场的夫人们羡慕不已 听说当夜回府 都收拾自家夫君去了 也有人不服 回怼自家夫人 你嫌我没给你挣告命夫人 你怎么没学陈阿满 做那大义之事啊 日升月落 渐渐的 京都在无人传我的不是 民间倒有不少 关于赵泽记的传闻 外面传侯爷 传得可难听了 赵泽记挑眉 如何难听 说来听听 他们 他们说侯爷曾自甘堕落 做夫人的通房 还说侯爷是个巨内的气管炎 说侯爷丢人丢大发了 赵泽记面上古井无波 夫人可曾听到 好像未曾 那就传啊 传进夫人的耳朵里 若不是我站在长廊处 陪如儿捉鱼 我断然听不到这场对话 果不其然 晚间赵泽记就一副哀声叹气 摁了巴基的模样 来我屋里 我忍住笑意 侯爷这是怎么了 我算是丢人丢尽了 今夜你可要好好安抚我 我的传言 你都听到了吧 我抿着唇 点点头 若儿扔下手里的小木马 不行 阿娘 今日说好要跟若儿睡 阿爹走开 赵泽记咬牙切齿 你个小兔崽子 总坏老子好事 赵泽记趁着今日他心情不好 便带着胆子 把若儿扔出房门 小顾 带他去跟摸摸睡 若儿不服 正要钻进来 赵泽记却俯下身 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 小若儿立马没开眼笑 跑开了 爹爹 你好好表现 若儿等着呢 我被逗乐了 你说什么了 他把我搂入怀里 说阿娘要给若儿生妹妹 阿满别生气 我骗她的 我不会让你再生 女子生孩子 是鬼门关走一遭 我不想你再遭罪 我们有若儿足矣 可怜的小若儿 又被他爹爹骗了一次咯 皎洁的月光 透过窗帘洒进屋内 仪式繁华 至此全文完感谢观看 期待一下新作品